左手发现神行右手发现运动 让路虎的两兄弟同框 有没有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有网友私信小阿姨问 发现运动和发现神行到底有什么不同 现在值不值得入手它 那么就先来捋一下这两辆车之间的关系 其实发现运动就是发现神行的寄人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理论上CS点你应该是看不到发现神行了 只有发现运动 而第二点就是说 在PTA造车平台上面出来的发现运动 其实更多融入了电气化的设计 而且它里面的很多标配 在其他豪华品牌上面到中高配上才有 而这样的良心程度是刚刚的了 那么到底发现神行上面的哪些地方 升级成了发现运动呢 我们一起来捋一下 先来重温一下发现神行 作为路虎的第二款国产车型 设置好线条明朗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有一股霸气 但是中国买车人的洗心研究速度呢 也是真的快 基本没有珍珠中程度可言 再经历的车型 如果不与时俱进 也会被遗忘的 所以说发现运动 接过了发现神行的接力棒 实际大哥给发现神行一个三秒的外观特写 再看发现运动 进气格材和大灯是不是变化还挺多的 神行原来这里是有雾灯的 但到了发现运动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倒风头 神行的这个前脸造型其实已经很霸气了 但是再来看发现运动 这里下面的进气格材更大了 而蜂窝状上下呼应 这张脸是不是有点大哥发现五的意思 侧面的变化真心不大 账面数字显示 把神行车长缩短两毫米 车身拉高三毫米 就是发现运动 而肉眼基本察觉不出来 车尾还是值得好好琢磨一下的 在发现神行上面 这里是一个小圆灯设计 而在下面用的是双边当初的排气 但进化到了发现运动上面呢 看到没有 这个尾灯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小方形 而下面的排气其实被隐藏起来了 我个人会觉得运动的尾部造型 更多了一点商务其致 神奇的内饰可以说是相当质朴了 三幅的方向盘 也没什么设计感的中控 和这个一贯的旋扭 可以说这样的内饰造型 没什么太多经验 但发现运动这里的豪华氛围营造 会让我觉得 这是一辆心脉吗 心脉同款的四幅式方向盘 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10.2英寸的中控屏 当然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旋扭换成了鸡腿 操作顺手如火就因人而异了 皮肤碰得到的地方 皆是皮脂软包 国人买车嘛 当时真的很重要 最后说说动力啊 神行用的是英吉利的2.0T四缸机 搭档的是9AT的那个变速箱 241马力340牛米的动力是绝对管够 而你下面能感觉到是前半副区后多连杆的一个底盘悬架 而非常的厚实紧致 再搭配一套路虎自己招牌的ATRS全地形进程控制系统 整个的操控品质是相当载线的 有不要多提一句路虎的ATRS 如果你只是把它单纯的理解成是四驱 那就太肤浅了 接近点通过脚离去脚 最早离地界心涉水深度 还有一套透视技术 以及为全地形研发的全旅车身 分合它的底盘悬架 这一整套即是是一个体系 只要和越野沾一点 编的东西全都可以被归入到ATRS全地形进程控制系统当中 就要知道不会远的路虎 就不是真正的路虎 它是运动全系标配的也是2.0提发动机 249马力365牛米的上面数字 比神型再有所激进一点 但是它同时也搭配了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 也就是说动力管构之余还兼顾了油耗和MVH 而这个9档的手自一体变速箱呢 其实是为了这套轻混系统做了全新的调教 你会发现它的换档逻辑就变得更加的清晰和明了了 同时也会觉得更加的干脆 这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前麦夫逊后多雷根底盘全家也没有变化 其实所有的路虎车的底盘都会给你很扎实硬朗的感觉 而纯正的SUV造出来的那个车子和由轿车底板拉起来的那个SUV的整个品控真的是不一样的 感受和反馈从屁股到后背是有感觉的 发现成型的驾驶辅助系统虽然够用 但是SUV反应是没有线速标志的 也没有主动刹车系统到了发现运动上面 这些全部都给你补充完整了 而以相同的价位去狠比对手的话 你会发现发现运动的配置确实是很高 一整套从前往后由外集里的360度八平式对比之后 你会发现加料不加价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性价比的事情 而据说现在CS店的优惠力度还挺美丽的 所以说当你有30到40万预算 准备给自己和家里人添亮SUV的时候 不去捷包路虎的店里面看一下 发现运动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